《山川风水讲堂》 今天视频《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仁光乐又见到我们的杨中余师傅 是 大家好 师傅 上一集就讲了《通圣》里面的《地母经》 我们就知道 下年在地方上 或者在一些中国上 这个混势 就是比较大体的临沟民情 现在我们就讲人 我们自身的楼沟民情 十二生肖来说 你的计算方法和坊间有点不同 上年其实也很详细 师傅就讲解过了 今年会不会略略解说一下 都可以的 不过我记得去年有拍过一套片 介绍我们如何查看所谓的名工 你说我们与坊间有点不同 其实我就多了点东西 其实就没有不同 我们也讲回楼莲 讲回你子年里面 你属于你那个工位有什么升 我也是照说的 但问题就是 就像我所说的 你属鼠的 那么多人属鼠 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呢 好似今天 那么多小孩子出生 个个他将来的命运都明必一样 所以呢 我希望加多些资料 因为你楼莲 你纯粹讲年名 譬如说你是属鼠 就讲鼠 这个是随着令年的资料 在这里 如果我们计算命工 什么命工呢 会参考你哪个月 和什么时间出生 你起码有月的资料 和时的资料 相对互相参考 中华交错去参考 就会比较准 当然始终都是差一个日的 那不同 你好像八字 或者你指微斗数 那些那个准成度 是 你可以作为一个楼莲 运程作为一个参考 那我尽量被多数资料介入 是 OK 那好了 正如师傅所说 有兴趣的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条片 刚才有个资讯卡 可以大家按一下 直接就能够返回那条片 了解到详细是怎样计算的 事不宜迟 师傅 第一个的新章就是属鼠 是 没错 好了 那 我们排都是这样排 如果讲卦 就在 坎卦 属鼠 子也是属鼠 由那时候开始 就是一二三四 子丑日卯 所以我们讲楼莲运程 就由老鼠开始 那 鼠联呢 就 在我未讲之前 我都介绍 你们大家都可以买份通识 通识头一版 就是说地武经 第二第三版 其实就是说内容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 一个就是八卦 就是说楼莲方位的东西 再掀后面的位置 就是天官赐福 天官赐福 还有就是查明公的资料 如果你不看我那套片 你也可以买份通识 在这个 就是查明公的那个 你会查到 那个 新丑莲那个 排小限局那个 选择你 本身楼莲 那个小限局 也都是属鼠 就是子的位置 子的位置 你也可以互相参考 一个就是说你子年出世 就是属鼠的 另外一个就是查明公 小限运那里 你在子宫那里 摆法 好了 我们现在说就是属鼠的 属鼠就有什么吉星在那个 宫位呢 子丑就合 今年太岁是丑 所以子丑就相合 那跟太岁相合 那就是说有助力 就是一个太岁来说 在一个流年来说 就是说 差不多最大的吉神 那他跟你相合 就是说 他可能在你旁边帮着你 有助力 那另外呢 就是 有个文昌声 有个文昌 就是说一些读书 那小孩子 如果有这个文昌 升在那里的话 你是属鼠的 小孩子来说 就是读书考试 应该就不错了 那当然呢 文昌 除了这个读书考试之外 其实也来一些什么呢 做宣传文化的人 好 就像Mac 你现在搞这些宣传 是 那其实文昌是对他有利的 哦 譬如你写东西 或者拍片做宣传 如果你是属鼠的 做这个行业的话呢 是适合的 就是今年来说是顺利的 应该这么说 可惜我不是属鼠 但是我就要请个属鼠的同事了 没错了 你可以找他来帮帮忙了 广泛去做宣传 因为榴莲这个文昌 是有利去做这些事情的 好的 但是空声也有的 空声在那里 就是有个病符声 这个是说疾病的 另外有个百穴 百穴应该是说一些眼力的 嗯 百穴也就是说 你其实是一些陌生的地方 陌生的地方 不是陌 我看错了 应该是陌穴 陌生的地方 一些陌生的地方 会有什么情况呢 可能你是 会不会有一些年份 你是 譬如说升高了一班 或者你可能是 转工转一些新的环境 有些陌生的环境 对你会有点压力 这样的情况 就会反映出来 如果你是子年的转工 这个新的工 可能对你有点压力 在新环境那里 这个不是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柔液声 柔液声就是代表什么呢 转职 刚刚对应 如果你转工 今年的转工 你小心 转了之后 相对新的环境 你未必会适应好 转差了 转差 未必的差 但问题是你不知道 你心理压力会影响到你 哦 影响到你 怕你嫁月不来 可能你甚至是升职 但问题是你怕你自己 嫁月不来 又会有这些问题 有些压力的情况 所以有点彷彿 这些柔液声 也会有点影响 嗯 好了 这样说回 很笼统 不如我分几个范围去说 通常是说 学业、事业、财 那些 好了 由小孩开始讲 我们讲学业 学业 学业 在讲文昌 文昌 我计算 他应该2008年出生 应该有什么名字 没有指名的 就刚刚上什么 上中学 即是说 如果你考这个成绩 相对比较好一点 嗯 你也来考试的 以这些小孩来说 出单的成绩应该有 不过今年上中学 好像也没有什么难度 当然 好像不用怎么读 当然 因为老师也没有什么教 所以这个陌生环境 是一个影响 尤其是可能 不是在课堂 现在就可能在上网 有一个陌生环境 这个是讲笑 这个文昌 就会有利 他读书 如果这个熟书的 小孩 关于事业 事业和财运 我们也一起讲 这个反而是一般 因为他本身 他空声 就反映不了 有什么财的闪失 但问题 他有一些叫拱照的问题 拱照是其他工位 是影响到他的 有些小耗的升 在其他工位影响到他 所以呢 在财运 就要小心借钱 怕有少少破财的问题 如果在事业方面 你会有机会 就会有转工的机会 好就是转工 不好 因为由逆升 又可能会失业 哦 要看回你 你命 就很难说 你每个人 不是同一个子连 就说 每个人都好 所以呢 偏差那些 就会有这个 转叛环境 一定会有 但问题 好又不好 如果有不好的情况 就可能会失业 嗯 关于恩怨 恩怨 恩怨也有 咸池桃花星 在其他工位 是夹着他 但问题 咸池和桃花 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吉星 例如是 一些感情 不是很专一 那些 就会多了这些 所谓的 蓝桃花 嗯 正正的子丑相合 这个 就有 合住的意味 所以 你想着 玩玩一下 认识多些人 之类 怕你脱不了身 这个 就是合太歲 所以 你就小心一下 控制你自己的感情 这个 就是 关于恩怨的问题 如果你说 是一个 就没有什么问题 是 另外就是疾病 疾病 今年 有个病符升 在你的工位 所以 就小心 尤其是 你是 新丑年 你是指老鼠 小心 腸胃 一些 关于呼吸道的疾病 这些都会有 会有少少少影响你的 好了 总结我们老鼠的运程 这个应该算是什么呢 中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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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本身 合太歲 有助力 很多时候 有时候 有指微 和龙吉 吉 吉星 拱照 有时候 胸 就会减胸 甚至没有 逢胸化吉 所以 我评它 都是算吉 是 好的 在时间上 就差不多了 所以 或者 下一个生肖 送牛 我们下一集 再请教师傅 OK 好 多谢杨松瑜师傅 拜拜 拜拜